大家好 我是打卡瘦瘦班的教練 湘玲 我們現在要開始認真打卡囉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過年了呢 那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想要享受美食 但是呢 又不想要讓自己變胖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你也沒有那個心情去上健身房 但是呢 湘玲老師呢 今天要教大家一些簡單的運動 可以讓我們在家裡呢 就可以認真打擊卡路里哦 好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部分呢 今天湘玲老師呢 是跪著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家裡呢 其實蹲坐躺 很多運動都可以做 但是呢 要先跟大家來看一下 很多人都會 蹲坐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的姿勢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希望前凸後翹 但是很多人呢 因為姿勢不良 都會變成前凸 是凸在肚子 但是後翹呢不見了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在做運動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記得這件事 把我們的小腹收起來 然後呢 把我們的尾椎骨呢 把它往前收 然後把屁股夾緊 那呢 這個時候建議大家呢 能夠看一下鏡子 要說到什麼程度呢 你要注意看到 你就是你的胸口的位置呢 要高於我們的肚子 好 那今天湘玲老師要教大家的動作呢 會以這個呢 來做基礎 那我們先來分解一下 第一個動作呢 你可以先把你的腳跟 把你的膝蓋圍張 大概跟肩膀差不多寬 現在寬一點點沒有問題 然後呢 把你的腳呢 腳尖的部分呢 可以先頂住 然後呢 要記得喔 我們剛剛說的準備動作 吸腹 夾臀 收尾椎 好 那我們一開始的動作是這樣 往下做 然後往上頂 但是往上頂的時候呢 你要感覺你的屁股在發力 好 這個動作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呢 去訓練到我們的腹肌 以及我們的臀肌 那為什麼要先介紹大家這個動作呢 因為核心 這個地方是我們女性 尤其是女性朋友 最重要的一個肌群喔 好 那我們平常呢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著電視做 但是呢 我們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呢 我們在訓練下半身的同時 其實我們有上半身的動作可以做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個動作呢 繼續維持的時候呢 我們呢 把手舉起來 我們很多人呢 都會有這個 白白秀的問題 然後呢 我希望我的胸部可以再挺一點 然後呢 我不喜歡我的後背很圓後 人家說虎背熊腰嘛 看起來就變得很壯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在做下半身的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上半身的動作一起加上去 動作很簡單 我們呢 做五個動作 你各算20下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的腰腹就已經訓練了100次囉 好 那我們呢 先來徒手做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蹲下去 舉上來的時候呢 把手 舉到你的耳朵旁邊 1 2 3 4 5 6 7 8 好 這是第一組動作 把我們的腋下的這個淋巴結 這個地方 把它打開 然後往上拉 好 那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來 夾胸 來練我們這一塊的上胸肌 很多人呢 胸部下垂其實是因為上胸肌無力 所以呢 第一 動作的準備呢 是把我們的手 放垂直 然後 站下去的時候 往前夾 然後開 往前夾 開 那一樣喔 不要忘記你的肚子 一樣要修復 夾臀 往下 開 往下 開 好 第三個呢 我們把剛剛這個動作呢 把它連貫起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這樣我看清楚了嗎 好 第四個動作是什麼呢 第四個動作呢 就是要 打開我們的胸廓 這樣有的時候呢 我們經常呢 坐在那邊打電腦 其實這個地方呢 都很壓迫 所以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胸廓打開 你舉上去的時候 盡量把你的手往後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記得要換邊喔 好 再來呢 最後第五個動作呢 是把手往後拉 把我們的後背的肥肉呢 去做一個擠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側邊 我們在擠壓的時候呢 你要往後夾緊你的肩胛骨 好嗎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呢 做側邊給大家看 就是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注意看喔 每個動作我們還是要 臀部夾緊用力往前推 腹部收緊 往前推 收緊 所以呢 在我們做這五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只要先算 每一組動作做 20次 5個動作做下來 你就有 腹部這個腰臀就有訓練到100次 而且你認真的做你會發現 動作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很快就流汗囉 好 好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你可以呢 隨時有空的時候呢 都可以拿出來練 但是呢 這個是我們給一般沒有在做運動的 初級班的朋友的一個這樣子的建議 那我們現在呢 姜林老師呢 有準備了一些小道具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先告訴大家呢 這個是初級班的動作 大家先把這個動作呢 先把它記熟 然後呢 到下一次的時候呢 姜林老師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讓我們這個動作呢 可以升級喔 下次見 掰掰